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在台湾运营着全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晶圆代工厂,生产大多数智慧型手机和许多其他电子装置使用的晶片。 不过,美国对中国推出晶片管制新规后,10月下旬以来,客户因相关政策开始积极储备缓冲库存,台积电将率先受益。 由于苹果终端应用稳定及新设计产品推出,台积电明年首季表现优于同行业,法人预估单机营收集减幅度仅约5%,有望登上单季次高或第三高,优于市场预期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由于大流行、地缘及通膨影响,消费电子、市场需求疲弱,台积电部分客户头片动能变换。 但法人预估台积电2023年第一季度表现优于预期,主要原因,有三个,一是中高阶高效能运算与AI晶片应用客户,仍积极建立新缓冲库存,以应对美国政策的潜在变化,借此冲刺2023年成长。 二世台积电仍有不少美系新创应用或高阶伺服器,网通领域客户正在为新产品建立库存,整体头片量有增有减,也是助攻台积电后续运营的动能。 另外,美国对中国新的出口管制,主要针对特定产品,不少台积电每系客户以变更设计或降阶重新设计,加上既有产品以取得出货暂时豁免,因而机器储备库存潮,以应对未来半年市场需求。 不过,经济环境下行仍乃以抵抗。 台湾电子时报报道,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,第三季度起台积电前十大客户陆续砍单,尤其是联发科,挥达以AMD简单幅度或延后拉货力度更是超出预期。 消息人士指出,从第三季度开始,台积电的8英寸和12英寸成熟工艺的产能利用率下降,原因在于笔电、手机和电视行业的数十家客户因终端市场销售低迷而削减订单。 与此同时,7奈米晶片的减少也降低了先进工艺的产能利用率,5奈米晶片的客户也减少了订单或调整的出货量。 在台积电的前十大客户中,联发科、AMD、徽达、Marvel和异法半导体的订单削减幅度大于预期,并推迟了交货日期。 此前,据Counterpoint判断,5G智慧型手机的应用处理器AP及SoC库存调整可能延续到明年,这是影响台积电7奈米及6奈米产能利用率下跌的主要原因。 由于智慧终端市场销售疲弱,在5G手机AP及SoC订单需求尚未回温前,台积电未来2至3个季度的7奈米及6奈米产能利用率,恐下跌到80%至90%。 因市场需求不确定,据媒体消息,台积电撤销了高雄Five22厂房的新7奈米6奈米生产线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曾提到,尽管旗下7奈米家族产能利用率自高峰下滑,但5奈米家族需求持续强劲。 法人认为,台积电明年首季来自高效能运算与AI相关应用订单源源不绝,能弥补非凭消费应用库存调整空缺产能。 伴随终端客户急需建立缓冲库存,有助5奈米家族产能利用率持续维持紧绷,估计明年首季5奈米家族相关营收贡献占比将超过三成,持续超过7奈米贡献。 大力发展晶圆代工的英特尔尔尽管同样遭遇逆风,但在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中,透露他们已经签订了全球排名前十半导体设计厂商中的七家。 半导体行业网站EE News Europe认为,尝试分析七大客户成分,认为包含高通、博通、Marvel和SeriesLogic,以及已确定的辉达、联发科、瑞誉。 其认为,在全球Top10厂商中,高通、博通、Marvel和SeriesLogic都是总部位于美国的晶片公司,作为美国本土公司,他们签订跟英特尔的代工合作很顺利成章。 此外,回答之前也对英特尔代工表达出兴趣,现在也确定加入,但目前只是参与英特尔为美国国防部运营的一个项目。 此外,台湾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已经确定采用英特尔代工,还有一家台湾晶片设计厂,瑞誉紧随联发科宣布使用英特尔代工。 据悉,这七家客户中有一个客户已经测试了2024年量产的Intel 18mm工艺,并在工厂内完成了晶片流片。 分析认为,到此英特尔大客户以及其七家,而AMD,莲勇与维尔被排除在外。 分析指出,莲勇与维尔因为晶片的类型,几乎不太可能使用英特尔代工。 而AMD的CPU、GPU、FPGA等晶片业务是直接跟英特尔竞争的,因此使用英特尔代工的可能性也并不大。 但该网站也表示,这七家企业实际的业务量有限,多数特殊制程工艺与16nm及以上制程,并没有太多先进工艺代工。 早在去年3月份,英特尔执行长纪辛格宣布IDM2.0战略发展晶圆代工业务。 此后,英特尔不断公布新举动,来证明自己IDM2.0的可行性。 今年2月份,英特尔宣布以5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公司Tower半导体,是借助全球前十大代工厂之一的Tower半导体公司的现有客户群,来弥补自己业务单一的弊端。 外界认为,英特尔决心发展代工业务,其逻辑应该是奔着打破商业模式去的。 面对英特尔的来者不善,台积电这两年早已经将触角伸向全球各地,台积电更是在位于英特尔其中一个老巢的,美国亚利桑那州,建起了比英特尔10nm更先进的晶片厂。 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一座5nm晶圆厂,投资达120亿美元,面积445公顷,是台积电台湾所有厂区面积的总和。 该厂于2020年5月动工,建设进度如预期,将于2024年开始量产,月产等两半片。 今年7月底这座FAB21厂就已举行上量典礼,台积电指出,现在随着机器设备到场,一位厂房已部分完工,接下来将未迁入第一批用于半导体制造的尖端设备做好准备。 为了庆祝这一里程碑的时刻,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,确定于12月举行首部机台遗迹典礼的消息,已经铺听盖地,市场消息传出。 除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,将金率300名公司高层及第三方台湾官员前往外,也受到美国高度重视,据悉也是大咖云集。 美国总统,众议院议长都受邀出席,此外,还有诸多美国政府官员,议员也都受邀。 尽管对此,台积电未证实,但也表示,12月遗机典礼邀请包含客户,供应商,学术界和政府代表在内嘉宾,一同庆祝首批机器设备到场的重要里程碑。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,为了台积电的FAB21厂的快速推进,今年8月底就率团访问台湾,其当时首个公开行程就是出席2022美国商机日。 它不仅大赞台积电的建设高效率,更表示凤凰城如今就像一个小台北。 另外,市场猜测,台积电很可能在未来将美国5奈米厂技术升级到3奈米工艺,预估2026年月产能将增至4万片,并采取5奈米和3奈米混合生产模式。 而且,早在2021年举行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,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就表示,公司不排除在亚利桑那州进行第二期投资以满足客户需求的可能性。 最后特别感谢Mousewood的超级现金鼓励,侃侃很感激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